如果问你,中国让世界最惊艳的科技是什么? 你的答案会是5G技术,还是中国航天? 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真正了解中国科技的人一定会有光伏的一席之地 因为这是中国从原材料到产能再到技术 唯一能全产业链垄断市场的行业 在光伏的历史上 中国曾经将美国三大光伏明星企业打得是毫无招架之力 有的破产清算,有的干脆加入中国 甚至让奥巴马差点连任失败 中国光伏到底有多强? 那一定要从那场欧洲光伏大战 从光伏的起源开始说起 国外光伏发展得非常早 在1883年,美国科学家查尔斯·弗利茨 无意间制作了世界第一块光伏电池 此后上百年间,美国一直是光伏产业的龙头老大 在1973年时,尼克松政府为了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宣布施行独立计划 投入数十亿美元研究可再生资源 自此,美国光伏市场大爆发 一度占到全球市场的21% 不过后来这个计划被里根抛弃了 光伏陷入了短暂的黑暗 整个世界都要感谢里根对光伏产业前景的误判 不然就没有后来光伏乱战的盛宴了 光伏的命运转变发生在21世纪初 由于多次石油危机,全球气温升高 世界各国经过多次商议 决定开始发展替代石油的能源 于是,取之不济,用之不洁的太阳能 就成了各国眼里的第一选项 国际能源署在当时预测,20年后 全球光伏太阳能发电的规模将增加上万倍 光伏一下子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重心 谁能在光伏上占领制高点 谁就能掌握未来的工业与经济 于是,一场世界级别的光伏乱战诞生了 2004年,德国率先开炮 在可再生能源法案中明确规定 使用光伏发电的企业 每发电一度将补贴40到50欧分 他们的目的就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 并且在产业上占领先发优势 此后8年时间 德国对光伏累计投入超过了150亿欧元 换算成人民币超过1500亿元 大战一触即发 紧接着 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 对光伏企业进行补贴 欧洲的光伏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市场 占据了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 此时的光伏有如一块超级大蛋糕 世界上任何一家企业都想在上面咬上一口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全部加入战局 战火很快漫游到整个世界 而这样的盛宴 自然少不了那个来自东方的主角 中国 这个后来居上的国家 注定在光伏这个产业上创造传奇 中国光伏企业的发展要比国外晚得多 真正高速的发展 还要追溯到欧洲光伏大战的前夕 2000年 原本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是正容博士回国创业 他拿着十多项太阳能电池技术专利 与无锡政府创建无锡上德太阳能有限公司 后来这家光伏企业成功在美国上市 石正容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首富 但是中国光伏的常先者不只是石正容的上德 比他更有勤章性眼光的是另外一位首富 苗连生 1998年 苗连生看好新能源行业 便成立了河北英里新能源有限公司 同年 中国准备修建国内首条三兆瓦的多金硅电池光伏项目 并且向全国招标 当时光伏属于新兴产业 所以很多企业都在观望 而苗连生则抓住机会 成为全国第一个正式踏入太阳能行业的民营企业 2002年2月 银里新能源一期电池项目顺利完工 但是产能和技术与欧美企业相比 没有任何优势 转折点发生在2004年 欧洲各国对光伏进行大量补贴 让苗连生看到了机遇 认为未来的市场一定是在国外 谁占领国外市场 谁就能做大做强 于是苗连生不惜出售股份 也要扩大产能 他抽集了4亿人民币用来建设新能源二期工程 准备把国外的技术和原材料引进来 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到国外 这就是典型的三托在外模式 这个模式解决了 银里缺技术缺原材料的痛点 拉低了与国外产家的差距 然后再利用中国廉价而且高效的劳动力 在价格上对国外光伏企业降为打击 2006年 银里二期工程建成投产 光伏产能暴涨了数十倍 达到了100兆瓦 苗连生带着银里杀进欧洲光伏市场 而且大获成功 销售收入就达到了20亿元人民币 出口涮汇又有2.3亿美元 银里挣的是盆满钵满 而此时的全球光伏产能 已经涨到了2500兆瓦 并且还在持续上涨 全世界各国都杀疯了 尝到甜头的银里也决定再搏一把 继续空充产能 当年4月份 银里启动新能源三期工程 产能增加5倍 目标建置500兆瓦 这个产能相当于 当年全球产能的五分之一 毫无疑问 这是银里的一次豪赌 银里为什么这么激进呢 如果站在上帝视角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 麻木扩展将会给公司带来极大的危机 但是在当时 这就是光伏产业的一个真实写照 比他更疯狂的是整个世界 仅仅在中国本土 走在银里前面的 就有前面提到的石正荣 他大连的无锡尚德 在短短4年时间内 就成功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他本人也顺势成为中国首富 而在银里身后 还有紧紧追赶的彭晓峰和高继凡 一个是江西首富 掌握了江西赛维LDK 太阳能有限公司 并且正在谋求美国上市 另一个是江苏富豪 掌握了天和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江苏省的权力支持 他们四人被业内人士称为 东邪吸毒 南地北盖 如果你是苗连生 你会怎么选择 当然是跟着扩大产能 毕竟在商场上 就是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而苗连生也是这样选择的 他带领的英里 也成功的在美国上市 苗连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顺利单选河北省首富 光福在当时就是一场造富运动 在各省市诞生了数十位首富 而跟在他们之后的 还有上百家光福企业 仅仅2007年 中国新增的光福企业 就有200多家 数百家企业跑马圈地 疯狂程度堪比10年前的互联网 以及现在的自媒体 光福是高科技的代名词 但是光福产业 却并不是只有科技企业才能做 光福三头在外的组装模式 不需要太高的核心技术 原材料有钱就能买到 技术和设备也可以引进来 至于做好的产品 有大把的欧洲企业购买 几乎是有人有钱 就能参与到这场造富神话 而中国那时候啥都缺 就是不缺人 所以一些服装企业和五金企业 干脆直接转行做光福 实力不够的企业有办法参与 他们干脆将光福制造组件 外包给小作坊 稍微大胆的作坊 还为进口设备切割晶圆 一些小型作坊随便找了个院子 买了的材料就能搞太阳能 当时的行业有一句金句 做光福就和做服装一样简单 做服装不如做光福挣钱 调侃的就是光福产业的简单可复制 在整个光福产业中 只有部分的光福企业 愿意在光福的原材料和技术上 投入研发 三头在外的模式 现在看来 就是不入流的代工厂模式 只有简单的三板斧 毫无技术可言 但是这种三板斧 在产业扩张的时候 却非常好用 我们购买欧美云材料 设备 组装好光福面板 在低价卖给他们 他们购买了光福产品用来发电 再回头向政府所要补贴 争取高额的利润 那段时间是中国科技史上 难得的高光时刻 光在美国上市的光福企业 就有十多家 作为代表人物 施政荣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 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 常常被外媒拿来 与比尔盖茨相比 中国光福的神话 其实就是世界光福的缩影 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 光福企业都是各国的明星企业 德国的Slow World 美国的Solindra等企业 都是赫赫有名的光福独角兽 受关注的程度 丝毫不比中国的上德英利少 以Solindra为例 他是美国政府与华尔街 顶级财团联合力捧的光福独角兽 华尔街大佬们抢着投资坦 由于市场的火热 Solindra被美国纽约时报 称为政客的甜心 风头的宠儿 美国人对他的期待 和现在中国对华为的期待差不多 2010年 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 甚至亲自拜访Solindra 并且大赞他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是未来科技公司的典范 还让能源部为Solindra做担保 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 世界各个国家的光福企业聚在一起 争斗在所难免 此时的中国光福与西方企业 虽然还没有产生大的冲突 纯粹是因为市场还处于爆发的增量状态 他们吃肉我们跟着喝汤 两者虽然有竞争 但是矛盾并不冲突 而引爆这场大泡沫的 正是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 欧洲爆发了五额债务危机 为了渡过危机 欧洲各个国家开始减少财政支出 下调对光福的补贴价格 连支持力度最大的德国 也下调了25%的补贴价格 光福从增量转为存量的时代 到了2015年 整个欧洲年装机容量只有可怜的8G瓦 连以前的一半都不到 政府不给钱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欧洲企业 他们高额的利润没有了 然后再蔓延到原材料市场 波及到中国 当时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多金硅 所以中国光福企业 囤积了大量的多金硅 2009年左右 多金硅的价格开始暴跌 从每公斤400美元 下跌到40美元左右 时间只用了一年 囤积多金硅的中国光福企业 遭到了致命一击 中国最大的光福企业 平均每天要亏1000万元 更不要说其他小企业了 仅用了几年时间 中国光福企业 就从400多家降到了50家左右 大部分自媒体都会告诉你 早期没有技术的光福企业 就是典型的反面例子 因为经不起摧残 其实啊 用这样的眼光 来看待中国早期的光福 并不公平 市场总是先做大 再做强 木旧雨林 的确可以被风吹倒 但是如果树木涨的足够多 也是可以抵御强风的 中国这段时间光福的发展 其实为后来中国光福大败局 和中国光福垄断市场 奠定基础 而且自媒体很少告诉你 在中国光福大败局之前的那段时间 欧美的光福企业其实更惨 在同样的市场下 大家都在比惨 这次比的就是谁能扛过去 而中国产品价格低的优势 就体现出来了 一场惨烈的光福厮杀 正式开始了 为了更好地活下去 中国企业开始自救 而策略就是在三班府的基础上 在做性价比 说的直白一点啊 就是用降价来挣夺市场 而这次代表人物又是英里 而英里一方面压低价格 一方面大搞营销 连续两次在世界杯上 大肆购买昂贵的广告位 那段时间 英里仿佛守城的大将 意义生辉 而他们的光福组件出货量 很快就做到了全球第一 此外啊 还有上德等其他中国公司 都在不同程度上拼命自救 中国光福集体发力 开始冲击欧美企业 2008年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光福产品 仅占了美国进口市场的17.2% 仅仅三年 这个数值就提升到了47.5% 美国的光福面板企业 根本无法与中国竞争 使用中国光福产品的太阳能公司 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获得政府的项目 而使用美国本土光福产品的太阳能公司 只能一步步被逼到了绝境 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 说的就是这个 2011年8月初 美国两家光福企业 Evergreen Solid和Spectra World 相继宣布破产 这两家都是美国光福企业巨头 Evergreen Solid是美国第三大太阳能电池制造商 而Spectra World是从科技巨头英特尔独立出来 作为光福重要板块发展的 他们的破产让美国人惊掉了下巴 而到了8月底 让美国人更加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上面提到的 被奥巴马誉为未来科技公司典范的Solinger 也宣布破产 而此时距离奥巴马为他担保5亿美元贷款 才刚刚过去了两年而已 一个月以内 三大光福企业相继破产 让整个华尔街以及美国大受震撼 没有人相信 中国的光福企业 可以击败他们引以为豪的科技巨头 美国人下意识地以为 是自己的企业出现了财务漏洞 并且把矛头指向奥巴马 当时奥巴马正在准备连任选举 为了不影响政治 他被迫提供了8万将文件 证明自己没有操纵内幕 这才避免了一场政治危机 不久 众多破产公司披露破产原因时 大家才注意到 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 认为在与中国光福的竞争中 美国企业毫无胜算 其中 Evergreen Solid研究了中美光福成本差距后 更是直接将自己的工产搬到中国的武汉 打不过就加入中国 这是Evergreen Solid总裁 在接受采访时有意无意提到的话 无独有偶 欧洲很多企业面临与美国同样的命运 直到此时 很多欧美企业这才注意到 中国光福市场份额已经占到60% 成长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很多企业审视了两者的差距后 普遍认为与中国企业正常竞争 的确是没有任何的迎面 乱拳打死的老师傅 说的就是中国光福了吧 但是别高兴得太早 一场针对中国光福的绞杀战 也因此开始了 中国光福将迎来黑暗的十年 在这场战斗中 中国光福大败局也同样非常的精彩 世界各国是如何联合围剿中国光福的 中国光福又是怎么保留火种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尽快为大家做出来 哈喽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